最近新车降价的消息多的 有些都快出名了 对吧 不少朋友都比较心动 那优惠大 我们就更加值得注意哪些茂利呢 提车的时候 重点检查哪些地方 我们来讲7个关键点 你不妨听听看 首先车辆名牌 它这个上面 有车子的生产日期挺重要的 大部分名牌 副驾驶的门边上 打开车门看得到 没找到 发动机场看一看 检证塔附近应该有 那国产或者是合资车 生产日期在6个月以内 已经算是挺正常了 那超过6个月的话 我们先不论它算不算库存车 那至少你卖给我的时候 你能不能再便宜点 优惠力度能不能再大一些 这个就可以谈 那我们公司小伙伴 之前提车的时候 就是发现了库存了一年了 最后要求店里 换了全车的油水 再送点保养 千万不要等车这么提走了 人家手都挥完了 油都加好了 你浇油都完了三十次了 手续都早就弄好了 这个时候回头 你当初怎么样 说不清楚了 车子开走之前 名牌看一眼不过分 那车子的出厂日期 知道了之后 其他各种配件 也一样可以看生产日期的 那这个是用来盼道 我们买到的车 是不是运损车 或者说新车 有没有被修过 换过配件 因为新车 运到全国各地的过程中 难免会出现一些意外 比如说车身刮叉 前后灯碰碎 需要换等等 以前我自己 在做车子的时候 还遇到过整个车子 从大阪车上翻下来的呢 那像是大灯换过了 生产日期 它不就不同了吗 打开机盖 直接就能看到 车灯上面的标签的 以这台车子举例 大灯的2023年1月18号生产 正常来说 大灯生产日期 总比车子名牌出厂日期 要更早了 那如果说更晚 或者左右大灯日期相差很大 那换过来 对不对 一定要让4S店说明情况了 可以的话换一台车目好了 那除了大灯 轮胎和玻璃的生产日期 同样也可以留心一下 轮胎侧面 找个椭圆的 里面有四个数字的 前两位代表第几个星期 后面两位是代表年份 你比如说这台车 轮胎上面写的是0223 它不是02年的2月3号 它是2023年的 第二个星期生产的 02就是第二周 23就是2023 四条轮胎确认一遍 是不是一样的 不一样 比这个轮胎就还可怕 那玻璃一般是角落 你是可以找到数字 和几个点组成那么一个图案的 大部分车型 是用这种标注方式的 数字代表年份 小数点代表月份 小数点在数字的前面 就用7减去小数点的个数 小数点在数字后面 就用13减去小数点的个数 相对反一点 那你现在看的视频 这台车子算一算 玻璃也是2023年1月份生产的 当然了 也有一部分特殊的车型 玻璃的日期标注很有意思的 有单个数字的 或者是带个什么信号的 我们可以直接问一下 小手你怎么看的 你总不至于骗我 对不对 重点是看全车玻璃的日期 是不是统一和一致 这和前面说的到底一样 那你现在视频里面看到这台车 上面这些配件生产日期 都比名牌上的整车出厂日期要早 而且是一致的 所以也没什么问题 那最后还有两个点 检查一下漆面和公里数 绕车一圈 重点看看有没有明显的色差 车门冷角处前后缸底部 我们打开手电筒照一下 看看有个划痕 这个肉眼不一定看得到 你提车当天也不一定太阳 特别好 比较推荐手电筒 坐进车内的话 看一下仪表盘上面的公里数 100公里以内都算是挺正常 挺新挺好的了 新车出厂的时候 又不是放一颗火箭 直接飞到4S店的 它要进行测试 同程4S店有时候 还会调配车辆 直接开过去的也存在 你大阪车上下来回跑 也有公里数 对不对 那如果你发现公里数什么 都快到1000了 那台不正常了 我能不能换台题 或者这台我不知道 你把钱推给我 那做完前面说过的 这些检查都没有问题 那放心的把车开走 这里也恭喜各位朋友 喜提新车 优惠多多 美妙生活 出如平安 那如果你马上就要买车 或者正在观望 也可以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 说不定你用得到 或者你朋友想要看 对不对 坐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